黃敏逸 剛剛新婚回來的黃敏逸 這日出席劇集《假設性無罪記者會》 這次劇集有不少情慾戲 包括強暴情節等等 結婚之後 這些可能都要問過老公才行 又沒有 應該不會的 因為始終一個女演員 又不斷接受挑戰是一件好事 她都很希望我 繼續在自己的理想方面 繼續去追尋自己想做的事 新婚就要回來工作 黃敏逸說暫時未聽到密語 不過老爺曾志偉又有沒有想抱孫呢 暫時沒有壓力 大家都先享受新婚生活 二人世界 現在心情在工作 但剛剛結束的時候 是真是很回味的一切過得太快了 還有自己去到後面 都太夢幻了 很多事情 細節都記不完 但很多朋友告訴我 是很感動的 每一個朋友都很開心 蝦鹿東西 又沒有蝦鹿 又 我們在森林行禮 所以我們要在新娘房 即在房間慢慢走進森林 原來我們大家都沒有經驗 我是忘了拿自己的花球 然後負責幫我拿戒指 我弟弟是忘了拿戒指 然後Derek是應該負責拿結婚證書的那本 即是簽紙的那本紙 他都忘了拿的